進入耳朵 我們上次談到Casco 所以我們繼續 谢谢观看 观看 这个是我们上次谈到的一个Casco 就是一个Casco的amplify 然后它上面的负载呢 也是一个Casco的负载 所以这是Casco的amplify with a Casco的load 那上面已经提过 这个地方呢Casco的load 一定要用P,一定要用P的 这里是n,这个地方一定要有P 电流才能够这样流下来 然后这个地方是一个Casco的电压 Casco的电压,所以这个有一个直流电流 往这边脚下流 好 那对我们上次来讲呢,我再讲一次 我们的电流 电压的关系,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如果你Vs跑过来的话 那我们看,这个地方呢 就会有一个Is的电流 有一个I的电流 这个I就是等于 这个GM乘以Vs 这是它的电流 那这个电流呢 这样往这个电流流到这里来之后 它不会往这个地方流 它只会往上面流 因为对上面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呢,到D 这是一个很小的电阻 GM的导过来嘛 GM的导过来 从这里看过来 这是一个GM导过来的电阻 所以GM导过来 GM呢,是导过来 会远小于 这一边自己的电阻RO嘛 RO 所以这里的电流呢 会往上流 流到这里来之后 到最后呢,如果你这里短路 全部都会流出来 全部都流出来 好,所以这样子 如果你这里短路 我们先不要看上面 我们先不要管 只看底下就好 所以这个电流 是会一直流流流流 流到这里来 不要管方向 那这个电流流到这里来之后 它会 如果没有上面的话 它会回到这里的负载 流到这个地盘的负载 所以从这里到D的负载 是什么呢 如果从这里看到 这里是RO 那从这里到D的话 是E加上GM RO再乘一个RO嘛 这上次讲过 所以从这里 如果你上面不看的话 这个电流 事实上呢 它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 如果你不看上面的话 只看底下呢 它其实是这样一个东西的 这里VS过来 它会产生一个电流 I在这里 就是这个电流 然后上这个电流 会整个流过去 整个流过去 这是短路 AC是短路嘛 所以这个电流 整个会流到这里来 再流到这个地方来 流到之后 它现在假设上面有东西的话 它会流到自己的负载 那从这里看过来的负载呢 上次已经讲过 这个等于多少呢 这里是RO 那再乘一个东西的话 就是E加上GM 如果这是2的话 GM2 GM2 RO2 再乘一个RO1 这是从这个地方看到这里的负载 上讲过 所以你的output 就会等于 你的这个电流 事实上我们讲 就是把它短路之后 等于show circuit current 乘以这里的RO 那show circuit current 是从这里短路 所以这个电流 跟这个电流 我刚好插一个负号 插一个负号 负I 是不是 你把它短路嘛 短路下来 因为这个正负号是这样 所以这个show circuit current 是往下流的 所以等于show circuit current 跟I呢 刚好方向相反 乘以RO 刚好是这个地方的电阻 这个地方的电阻 所以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争议就会很大嘛 是不是 好 那是不考虑上面的时候 不考虑上面的时候 OK 所以这个呢 是我们复列掉上面的负载的时候 那我们先来看上面这个好了 我先来看上面这一块 那上面这一块呢 我先来变成 这底下这个地方 就看成一个电流就好了 因为这里产生一个电流 就往这里一直流 所以我们只看 所以我们现在只看上面这个负载 所以这个底下 这实际上只有一个电流源 电流源I 就是这个地方的电流 这个地方的电流流到这里来 就流到这个地方嘛 那往上面流 往上面流 好 我们看一下 所以我现在看上面这个负载了 看上面这个负载 你现在电流在这个地方 它往上面流 往上面流 流到这里来 我们先看上面好了 这个地方呢 会有两条路嘛 这个地方会有自己的RO 对不对 这里RO 那这里RO 你现在流到 不管它怎么分流 在这里呢 总要合起来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流 你这里是一个固定电压嘛 固定电压 所以这里固定电压的话 这个地方呢 只有直流电流 所以你现在这个是交流电流 各位看 这个是交流电流 那这个交流电流流到上面来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这是直流电流部分 还有一个交流电阻 对不对 交流电阻 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固定电压 所以这是一个固定的直流电流 那旁边还有一个early effect的电阻嘛 所以这既然是一个直流的话 交流信号不可能流到这里来 所以整个拿掉 这样看比较简单 整个拿掉 所以这里上面就是一个early effect的电阻 RO 这个叫做上面那个4好了 RO4 到D 对不对 RO4到D 刚刚讲过 这个地方是一个直流固定的电压嘛 所以这个是一个固定的电流 不考虑early effect 这是一个直流啊 所以这个是个交流啊 交流往这边流的时候呢 它只会往early effect这个地方流 因为这是一个固定的直流嘛 好 所以呢 这个地方只看到一个RO4 只看到一个RO4 那这个电流呢 不管它怎么分流 照这里的话 应该还是I嘛 是不是 全部都流上去 还是I 所以这个地方就会造成一个压降 多少呢 I乘以RO4 这上面就会造成I乘以RO4 好 那现在这个电压会怎么样呢 你看 它会跨到这里来哦 对AC来讲的话 对AC来讲的话 这是D哦 我们现在像AC电流 AC 所以呢 对AC来讲的话 这个是D哦 所以这里的电压 你看这里的电压 这是负端嘛 对不对 这是正端嘛 D在这里 所以这里全部的电压 都会跨到这一个来 所以这里的电压就是I乘以RO4 这就是I乘以RO4 I乘以RO4 所以这里的电压呢 全部跨到这一个的输入端来了哦 输入端来了 那这么大的电压跨在这里的时候 它的电流 对不对 这输入端嘛 所以它的电流呢 因为它方向是正的 这是负的 所以它的电流是往上的哦 它的电流是往上的哦 所以这个电流等于 这个东西乘以这里的GM哦 我把它画大一点哦 所以这里的电流呢 是这个地方 IRO4 乘以这一个的GM哦 这是GM 这是3嘛 GM3 OK 所以这里呢 会有一个很大的电流在这里 然后这里呢 旁边有一个自己的RO3 是不是 所以最重要的关键就在这里 这个地方的电压呢 会跨到这一级来 速度端来 然后在这里的电压 就会乘一个GM3 变成一个很大的电流 很大的电流 你看这个电流跟这个电流 两个比 比比看 这个是I哦 这也是I 可是这个地方多一个GMRO GMRO是个很大的值 所以这个电流是很大 这个电流呢 相对来讲是很小的哦 对不对 这很大 这很小哦 插了一个GMRO倍哦 GMRO倍 然后这个电流 加上这个电流 就流到这里来哦 就流到这里来哦 所以这里的电流是I 再加上这一个哦 所以把I如果提出来的话 是E加上这里的 对不对 GM3RO4 是不是 所以这里的电流是很大的 这两个相加 这两个相加等于它嘛 所以它会造成一个很大的电流流到这里来 那这很大的电流 就会造成很大的电压在这里 很大的电压 这个电压就是这个东西乘以RO3 那这个电压再加上上面的电压 等于output的电压嘛 是不是 你output的电压在这里嘛 output的电压 所以这个就是我output的电压 我把它画下面一点 这个电流 电流 这是I 对不对 这是output的电压嘛 这是output的电压 就在这里 这是output的电压 所以output的电压等于这个电压 加上面这个电压 所以VO呢 就会等于 你看这个是正的负的 正的负的 所以负号 所以就是等于这个I E加上- 3RO4 乘以这个电阻RO3 再加上 再加上 这是负号 再加上这个的电压 I乘以RO4 所以这个电压是很大的 这个电压是很小 这两个电压差GMRO倍 差GMRO倍 那我把I呢 把它提出来好了 这是负的I 负的I 负的I 乘以 这两个东西呢 实际上可以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我可以把这一个提出来 RO3提出来 提出来 这个RO4跟RO4合在一起 就会等于1加上GM3RO3 然后乘以RO4 你看这一项 这是RO4是这一项 RO4是这一项 然后RO4是这一项 然后GM3RO3是这一项 然后刚刚还要再加一个RO3 RO3 那如果我把这个负类掉 负类掉的话 因为RO3是GMRO嘛 远大一 所以你把这个负类掉的话 你就得到Obit是什么 就是电流乘以RO 这个就是我们的电流乘以RO 各位看 这个整项 就是我们的 show circuit的可能 然后这整项 就是往上看的RO 没有错 往上看的RO 所以我们这里有个电流 事实上看到上面的话 造成的电压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好 那这个同样的电流 这个电流 对底下这个地方 也有一个负载 这个负载 是刚刚算过 是这里 是这个地方 所以这里RO是这里 这是底下这一项 对不对 底下这一项 底下这一项 你看到了是RO 看回来 这个是它的RO 是底下这个 1加GM2 这是它 OK 这是它 所以把两个合在一起 把两个合在一起 把两个合在一起 对不对 这个同一个电流 就等于这个电流 同一个电流 它除了看到上面有个负载 这么多以外 它这个电流同时也留到这里 也看到这么多的一个电阻 是不是 所以就把这两个电阻 然后呢 往上看的电阻 是这么多 往底下看的电阻 是这么多 所以我先写底下的好了 所以就是1加上GM2RO2 乘以RO1 这是往底下看的全部负载 那往上看的全部负载 就是这个式子 并连1加上GM3RO3乘以RO4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 好 我们的答案 那I呢 就是等于GM1乘以什么 VS 哦 信号源 这个负号照写好了 这个就是这样子 所以把VS移过去 就是GM1乘以这一层串的东西 这个就是我们的Casco 你看 为什么会放大这么多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了 为什么了 你看就是这里 整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了 你这里的电压呢 这个地方的电压 会回过头来夸到这里来 会回过头来夸到这里来 所以 为什么会放这么大的电压 你看看嘛 这个地方的电流整个流流流 怎么分流 它都会流到上面来 所以这个电流乘以它 就是两个的电压 这里的电压 可是这个地方的电压 一定夸到这里来啊 一定夸到这里来啊 这夸到这里来之后 它把它放大成电流 你就要乘一个GM 然后这个大电流 再流到自己的RO来 再乘一个RO 所以这里的电压呢 就会比这个地方大了多少 大了GMRO 就会大了GMRO 所以它把它放大了 把它放大了 所以是靠着这里的电压 全部夸到这里来 然后这一个再把它放大 乘电流 再乘一个电阻 就乘电压 所以这里的电压 比这里的电压高多少 高的1 高的GMRO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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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地方往上看的话 这个电压其实很小 这个地方的电压比它大一个GMRO 所以AC信号来讲的话 这个AC信号往上跑 往上跑之后 这里呢 这两个电压比呢 这个地方会比它大多少 大GMRO倍 所以如果说这里是3的话 这个叫V 我用符号 这边用符号 这个是V 这是Source 然后这是Drain 所以这是3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VSourceDrain 这是4 这是3跟4 这个东西是它的什么 会等于VSourceDrain 4再乘一个GMRO GMRO 这里的电压比这个地方多一个GMRO 多一个GMRO 最重要是因为这里的电压 会跨到这里来 那跨到这里来之后 再把它放大成电流 乘一个GM 再放 乘一个电阻 变成电压 所以它又多了GMRO倍 GMRO倍 所以如果GM是我们一般讲2的话 RO如果二粒voltage是 GM如果是2 因为GM是K嘛 VGS 减掉SageCode 也会等于更好 两个KDrain的电流 所以假设K是2的话 Drain电流是1的话 那GM就是2 miniA per volt 那RO呢 RO等于 earlyvoltage 除以电流 如果假设这是10的话 那10除以1呢 就是等于10kΩ 10kΩ 所以有26V抓10而已 很小 但是它已经有10k了 所以GMRO是20 乘起来是20 所以这里的电压是比它大20倍 比它大20倍 大20倍 所以如果这里的电压是1的话 这个地方百分之多少 20倍的话 所以这个大概是95%在这里 5%在这个地方 5%在这里 所以绝不大部分的电压都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很小 这很小 OK 同样的道理 同样的道理 这个地方AC信道加进来 这里也有一个电压差 这个地方也有一个电压 这里也有一个电压 这个地方的电压比这个地方 也是大的GMRO倍 也是大的GMRO倍 换句话说这里的电压如果叫VO1好了 简单的写 这里到底是VO1 那这个地方到这里的电压是等多少呢 就是GMRO倍 再乘一个VO1 GMRO倍写方向就是大小 这个地方的电压比这里大一个GMRO倍 GMRO倍 也是跟这个一样差不多 值差不多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如果你真的要算这两个电压比值的话 这有点复杂 有点复杂 你要先算这个 我们看一下 我算一下好了 因为这个 算一下好了 好 从这里画 我画底下这一部分 我要算两个电压差异多少 好 如果我要跟刚刚一样 我要算这两个电压差值是多少 这个其实很小 这个很大 我要算这个 那怎么算呢 因为上面还有一个负载 从这里看上去的话 这个负载 这个负载会影响到这两个压差的比值 那这个地方往上看的负载是多少呢 就是这一个 就是1加上gmro乘以ro 所以往上看的这个负载 你现在往上看 对不对 会看到一个负载 就是1加上gmro乘一个ro 我不要写三个字 如果1复列掉的话 往上看的负载就gmro乘以ro 那我现在把这个负载搬到这里来好了 搬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负载 rl 这个就是负载 这个负载呢 现在就是gmro乘以ro 所以这个rl就是load 就是这个地方的负载 我现在把它搬到这里来 我现在把它搬到这里来 好 所以我现在把它拿掉了 我用一个rl来代表 这个rl就是代表上面的负载 上面的负载 好 那我现在vs过来了 我现在vs过来 对ac信号来讲的话 这个地方是d 这个地方d 我如果要算这里的电压的话 这个地方的电压是多少 我要知道往上看的电阻是多少 一定要先知道这个东西 一定要先知道这个东西 从这一点往上看 到底的电阻是等效电阻是多少 然后这个电阻并连这个东西 我才晓得第一集的负载是多少 我才有办法算 所以呢 我要先算一下 从这里看上去的电阻是多少 所以我先算 所以我这里先拿掉 我这里先拿掉 我先从 就看这一集就好 我要算 往上看的电阻是多少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加一个电压 叫v好了 这边一个v 那我流进去的电流叫i 这两个一除 就是往上看的电阻 所以rl往上看的电阻 就是v除以i 没有错 我现在加一个电压 然后看流进去的电流多少 一除就是我往上看的电阻 往上看的电阻 好 那这个电阻呢 我们来算一下 这个电压又夸到这里来了 又夸到这里来了 所以每次这个地方 你加的电压 它都会夸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把它放大 所以这是正端 这是多少 这是d 所以这里的v的电压 全部夸到这里来 跨到这里来之后 它会把它放大成电流 你看看正乎符号的方向 所以电流是这样子 就是v乘以这个gm 乘以这个的gm 所以这个电流呢 变得很大哦 因为它v乘以这个gm 然后这一个电流 还要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负载 我把它移过去一点 太急了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一个负载 这个叫RO RO2 这个叫RO 所以这里的i过来 现在这个地方的电流是v乘以gm 所以流到这个地方的电流是多少呢 流到这边电流是这个减掉它嘛 所以就是i减掉v乘以gm 所以这里的电流就是两个相减 那两个相减呢 现在在这里又汇合 又流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的电流当然还是i啊 i在这里分成两个 然后最后汇流在一起 所以这里当然是i 所以这个地方产生一个电压 再加上这个地方产生一个电压 等于v嘛 是不是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知道v 就会等于这个地方的电压 所以是这个电流i 减掉v乘以gm 乘以这个电阻是RO 再加上这里的i乘以RL 没有错 这里的电压加这个电压等于外加的v嘛 我也加了v ok 好 那这里呢有v 这里有v 把它提过去 所以就是v 提出来 这是1嘛 然后这是gmro 所以变成1加上gmro 等于i 提出来 这是RO加上负载RL 所以Rin就求出来了 就把这个i移过去 所以就这个除以它 所以就得到RO加上负载RL 除以1加上gmro 1加上gmro 我就得到这个式子了 所以从这一个看进去的到d的全部电阻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式子 那RL是一般性的嘛 那我刚刚讲如果上面是一个case code 这上面是个case code 你往上看的电阻是gm1加上gmro乘以RO嘛 是不是 所以如果呢 这上面是一个case code的话 你的RL是等于1加上gmro 再乘一个RO 1不要看好了 所以就是gmro再乘一个RO 所以你把它带下来 这个是gmro再乘一个RO 所以这个RO当然可以不要看 因为gmro是很大的东西 这一也不要看 所以这两个消掉得到什么 RO 得到RO 没有错 所以如果上面放一个是case code的话 这里RL是这么大的电阻 所以从这边看进来的Rin就变成RO 就变成RO 但是如果上面不是一个case code呢 上面RL是一个传统的负载的话 那这上面只有一个RO 所以这里只有一个RO 这里RO加RO只有两个RO 1不要看 RO、RO小调是gm的分之二 所以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电阻 是gm分之二 那现在如果case code的话RO 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里 我刚刚讲 现在呢,我把这插掉 我插掉 现在ac信号进来了 ac信号进来了 ac信号这个东西的负载全部考虑进去 所以从这里往上看的就是Rin 等于多少呢?RO 这ac信号全部短路 所以Vs进来之后 往这里看 看上去一个RO到D 这全部都考虑进去了 RO到D 看上去就是个RO到D 然后自己往这边看 这是自己底下 这里还有一个RO 你自己还有一个RO 是不是? 那这个地方的电流呢 是我的i i就是gm乘以Vs 所以这一点的电压叫V01 V01 V01就是跨到这里的电压 对不对?V01 V01 所以V01呢 就会等于什么呢? 我这插掉 所以V01的电压 就会等于你的电流 这也是你的电流 所以电流流出来 是-i 也就是Shoseki的可能 -i 然后流到这边的电阻是RO 往上看到一个电阻 到底也是RO 也是RO 所以这两个RO 就要并连RO 所以你得到的这个 电压就出来了 这个电压就出来了 这个i呢 就是等于gm乘以Vs gm乘以Vs OK 所以这个地方 到D的电压呢 是等于这样一个式子 并连起来是二分之一RO 因为这里到D的负载 这边到D是RO 可是这里往上啊 往上整个到D也是一个RO 所以全部的负载呢 是二分之一的RO 所以你的电流乘以你的负载 就是你的正义嘛 就是你的正义 那上面这里是多少呢 这不用算了 这刚刚讲过 这里的电压等于什么呢 因为这里的电压Vo1 它全部夸到这里来嘛 这刚刚已经讲过 跟上面一样 这里如果Vo1的话 那这里是多少 这里也是Vo1啊 那这里Vo1 就会得到这个地方的电流 就是Vo1乘以gm 然后这个地方的电流就会变得很大 再夸到自己的RO 所以这个电压一定比这个电压多多少 多gmRO 所以根本不用算 这个电压一定比它多gmRO嘛 我再讲一次 这个地方的电压是Vo1 已经算出来了 试指在这里 那这个Vo1就夸到这里来 因为这里D嘛 就等于这里D 所以Vo1就夸到这里来 这个电压乘以这里的gm 就得到它的电流 那电流呢 这个电流会往哪里夸呢 夸到自己的RO去 会夸到自己的RO去 所以这里的电压一定又比它大什么 比它大gmRO 跟上面是一样的 跟上面一样 这里的电压全部 这里的电压全部夸到这里来 转变成电流 再乘以这里的负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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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得到你要算它的这个电压的话 就是这个电压再乘以gmRO就对了 再乘以gmRO 所以这里的电压其实就是这个值再乘以gmRO 所以这个如果你叫V 这个电压我们叫什么 这什么符号 2 drain到 drain到source2 这个电压 就是等于Vo1 再乘以gmRO 再乘以gmRO 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output的Vo 这是最后的答案 因为上面的负载已经考虑进去 上面的负载已经考虑到这里 所以这样子出来的答案 跟刚刚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跟刚刚这个答案是一样的 跟刚刚这个答案一样 所以我现在做这些目的只是跟你讲 为什么这个Casco会放那么大 它的电压为什么会放那么大 基本上就是因为什么 这里的电压会全部夸到这里来 然后这里再把它放大成电流再乘以电阻 所以它放大了这里的gmRO倍 同样的道理 这里也会比它放大gmRO倍 所以多了这个之后 这个地方的电压 会比这里多了一个gmRO 所以它output的电压 就会比一个传统的没有这两个来比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来比的话 它就是只有这一个跟这一个 多了这两个之后 这个电压会比它多一个gmRO 这里也会比它多一个gmRO 所以total output的电压 它就会比一个传统的没有这两个来比 多一个gmRO倍 这个就是Casco 为什么会放大主要的理由 那另外当然你可以用这个式子来看 就是修设计可能不变 但是它的负载变成这样子 往回去看的负载变成这样子 就是看负载到贵来看 这个地方看下去是RO 可是这个地方呢 在上面还有一个电阻 所以整个负载 这个看到地是1加上gmRO 再乘一个RO 会变得很大 RO就变得很大 那上面变得很大 这里也变得很大 两个变连起来 电阻就变得很大 那修设计可能 电流流出来不变 电流出来不变 这个电流在这里 它都会流到这里来 因为这个地方的电阻很小 这是gm的导数 gm导数的话大概多少 这是0.5 如果gm是2的话 如果gm是2 那这个就是0.5k gm是2 那RO呢 我刚刚用10k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10k 10k 我刚刚写的这个例子 所以差一个order以上 差一个order以上 所以这个立方的电流 它不会流到这里来 它会往上流 因为这里看到的电阻是这一个 那这边看到的电阻是这一个 这两个 差了一个order以上 那流到这里来 这个电流就会整个流出来 就是我全部的电流 修设计的可能 这个就是一个 Casco的amplified with Casco的负载 而且跟你讲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跟你讲呢 你这个AC信号怎么分布 这里进来AC信号怎么分布 这里呢 95%都在这里 如果GM等于2 RO等于10的话 那同样道理 这里呢 total电压的分布 AC信号呢 这里也只有5% 这里是95% 95% 这个会影响到 我后面的一个设计的电路 设计的电路 你现在知道AC信号 它是怎么分布的 好了 那我现在呢 我们 我现在把它的Current负载 也画进去 我们来看一个简单的例子 好 再重画一个 把它的Current负载 也画进来 我们现在呢 找一个子来算好 把一些子带进去算 我现在假设 这个VDD呢 我用很大的电压叫10辅好了 10辅 实际上不符合现在的IC 现在IC呢 这个Design的话 这个电压也不过1辅多而已 那现在我们用10辅是因为好帅 那我们现在假设 我画一个 这是一个Current Miller 所以画一个很简单的Current Miller 用一个 用一个单纯的电阻到D 这样就好了 拉过来 拉过来 好 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P-Type的负载 好 那我们给它一些值 我看假设 K呢 等于2 mA 我们现在假设全部啦 全部都一样 N跟P都一样 然后Switch hole呢 等于1辅好了 比较简单 那这个Switch hole是负号嘛 所以Quack的绝对值好了 P的Switch hole是负号 N的Switch hole是正号 EarlyVortgage呢 我就随便取一个小的值 10辅好了 P跟N都一样喔 所以我现在是for所有的Q 包括N跟P全部都一样 这样比较简单啦 我们只是要简单来算一下 那我们看 如果我要设计这个电流 一个mA的话 那一个mA 我们看 我们解Juan的电流 等二分之一的 K V JS 减Switch hole的平方 EarlyVortgage 不要管 如果这个K是2 然后Switch hole是1 这我们一般常用的 那你想想看 如果这个地方是2的话 这2的话 刚好是1mA 所以我设计这样子是为了好算 所以如果这是2呢 2幅的话 刚好是1mA 所以换句话说 如果这个地方 我设计2幅 注意喔 这个是P喔 所以不是这里比这里高 是要倒过来 是要倒过来 所以P的话呢 这个是只要VSG 然后刮绝类值 刮绝类值 因为P跟N的刚好倒过来 要刮一个绝类值 所以对P来讲的话 这里要比这里高 如果这个地方2幅的话 那这里也是2幅 那上面是10幅 所以10-2 再减掉2 这里就是6幅 如果说我现在 这里要变成1mA的话 我让它磕冷 是1mA留下来的话 这个流氧电子 我就要放6k 复雷掉 Early effect 这些 很简单的算的话 这个就是放6k 所以如果今天这里放6k的话 你去解这个电路 你要解连逆解 这个东西跟电流 那个equation 然后从这里到D 又有一个equation 两个equation 连逆解 在6kΩ的情况之下 你可以解出 这个是1mA 这个就是2幅 这两个一定是一样的 好 我现在解完了 解完了 好 6k给你解完了 这个就是2幅 这个是2幅 这个是1mA 那这两个一样嘛 所以这个就是1mA 这个就是1mA 所以这个地方提供一个constant电电流 往下流 1mA的电流 从这里流到D 所以这里呢 这个地方的电流 都是1mA 所以这里的GM就知道了 这里GM就知道了 实际上这GM全部都一样 GM1到GM1,2,3,4 会等于2个kDrain的电流 你也可以写成kVgs 减掉水球 一样 这我们上次 你把它微分就可以得到的四值 所以把2带下来 分号2 然后1 所以得到2mA 所以这每一个GM都是2 都是2 解出来 好 所以我Vo呢 我就可以解了 Vo我就可以解了 Vo Vo等于这个地方的电流 往这里的电流 这里如果I的话 就是-I 乘以往这里看下去的电阻 对不对 往这里看下去的电阻 Vo2 O2 再乘一个Ro1 并连 往上面看的 到D的电阻 这里是Ro 这里是再乘以这个 就变成1加上GM Ro3 GmRo3 Ro4 那I呢 就是等于GM1 乘以Vs 负号标管 I而已 那我现在把这些值 都把它带进来 OK 我有Ro嘛 这些Ro等多少呢 因为我刚刚讲这个 这里是10 所以你的Ro呢 全部都一样 就是EarlyVoltage 除以电流 所以就是10k 因为电流是1嘛 全部电流都是1 所以所有电阻都是10k 所以这个式子呢 GM 这是2 对不对 这是2 再写一次好了 所以Vo呢 等于负的GM是2 GM是2 这直接写Vo除以Vs 好 Vo除以Vs 移过去 所以负的2 GM是2 然后呢 E照写好了 E加上 GM呢 现在都是2 然后Ro是多少 Ro是10 再乘以10 再乘以10 并连 E加上GM都是2 Ro都是10 再乘以10 好 这个就是答案 所以我们用很简单的这些值 我就可以来设计这样一个简单的电路 我把AC的正义全部算出来了 所以从这个地方到这里放大倍数都知道了 所以这个地方电压多少知道了 那这个电压就比这里多一个GMRO倍 所以你也可以算这里的电压 那这里也是比它多一个GMRO倍 所以这个电压的比值大家都知道 都晓得了 这个立体有点困难 这是一个design的问题 design的问题 点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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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OS的technology 点18 CMOS的technology 是个老旧的technology 来设计一个P-type的Casco load 就上面这一部分 上面这一部分 点18的technology 所以我就用这个电路好了 所以我先把它擦掉 所以我们要设计这一部分 所以我先把这个擦掉 这个我们叫Q3 这个是Q4 所以这个电压叫VGAT3 叫VGAT4 那这个当然就是有VDD 我不是看下面 所以下面你可以先不要管它 把它弄干净一点 擦掉算了 我们用的是一个 点18的CMOS的technology 那点18CMOS的technology 半导理公司跟我讲 它这个VDD用多少呢 1.8V 这是固定的 你要设计它 你不能改造 这VDD是1.8V 这是配合点18的technology 它用的值1.8V 所以不是我们10V 10V值在我们再多电影实验用很高 可是IC design里面的话 它只有1.8V 好 然后这些P的特性 它的μC 这是P 等于90μA 这也是半导体的特性 它的Stretch Hall 0.5V 等于 因为负号 0.5V 还有它的EarlyVoltage 这个是它的EarlyVoltage 它的EarlyVoltage 会跟它的Channel长度有关 跟它Channel长度大概成正比的关系 所以一般EarlyVoltage 会等于EarlyVoltage的Plant乘以Channel的长度 这是半导体的特质 好 跟Channel长度越大 你的EarlyVoltage就会越大 它给你的是VAPlant 所以这个VAPlant 就是每单位Channel长度的EarlyVoltage 是5V perμ 这负号 正乎负号不管它了 就是5V perμ 这样它EarlyVoltage 是负号 所以这里有个负号才对 好 好了 这个是半导体的值 查出来的值 那我现在要设计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现在要设计这个电路使得 我们有什么呢 我们设计这个地方留下来 只有电流 等于100 μA 这是我们设计总教育的要求 我让它留下来是100个μA 然后往回看上去的Rout 就看到D的Rout 我也要设计 Rout呢 我要让它设计等于500K 设计等500K 所以这是我们设计的要求 电流跟电阻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我请问我这些值要多少 这个W 这个L是多少 圈楼长度要用多少 这两个要一样 一般圈楼长度都是一样 然后呢 这个W除以L好了 这W除以L是多少 换句话说W多少 W多少 就叫你设计这样一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电压你要放多少 这些值到底多少 值到底多少 才可以得到这样两个东西 好 我们先从这里来好了 先从Rout开始 Rout呢 我们知道 等于这里1加上GM3RO3 再乘以这一个RO4 这是Casco的特性 好 把1拿掉 所以就等于GMRO 再乘一个RO 3跟4都不要了 反正都一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GM呢 GM等1 我们到GM 写在这里 GM写在这里好了 GM有三种写法 一种就是K VGS S 减掉水后 就把那个宝和Equation 把它为分 就得到这样子 也可以写成 因为这个有电流 电流等2分之1k平方嘛 所以可以先根号 两个K Drain的电流 或者是可以写成 我把上面这个东西 乘一个2分之1 再乘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底下你当然要造成 2分之1 再乘一个这个东西 对不对 我把上下都各乘一个2分之1 乘以这一项 所以 那这个东西呢 就变成电流 Drain的电流 那底下这一项呢 就是有效的 Gate的电压嘛 这个我们习惯 叫2分之1的 overdrive overdrive 这个overdrive呢 以前讲过 overdrive呢 定义就是等于 这两个相见 VGS 减掉水后 这个叫做有效的 外加的 Gate的电压 有效一定要比水后高嘛 这才算是有效嘛 所以你要减掉水后 这才是overdrive OV就是overdrive 要比水后高出来的部分 才是有效的 才是有效的 好 所以我们现在的GM呢 我就用这个式子 用这个式子来用 所以那GM呢 我就把它写成 这个 Gate的电流 2分之1的 overdrive的电压 overdrive的电压 我写这样子 当然是以N来写 MMOS P也一样 如果你要挂个绝类值 我们就挂个绝类值 好 那RO呢 就是earlyVoltage tree drain的电流 earlyVoltage tree drain的电流 drain的电流 这个式子要等于多少 500 500K 所以里面的电流 要用mA 分配 所以从这个地方 你可以把这个消掉 把这个消掉 但是这个你要取多少呢 这个就是每一个MOS 有效的导通电压 减掉水位扣之后 有效的导通电压 你要取多少 一个电路的设计 通常每一个导通的能力都一样 所以这个值呢 你要取得大家都一样 一般来讲大家都一样 那我现在跟你讲 这个值呢 大概怎么取 这题目其实要跟我讲 或者我没办法做 因为弹性太大 我随便我取 但这个东西你要怎么取呢 你每一个MOS 都要在饱和区嘛 对不对 每一个MOS 都要在饱和区嘛 饱和区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画一个MOS的特性给你看 m跟p其实都一样 只是符号倒过来 这个地方如果VGS的话 对m来讲 这个点的电压 它就是VGS减随后 所以你的VDS 我现在是画M哦 对M来讲 这是一个M嘛 你的VDS的电压 这里的电压 要大于这个嘛 有效的 有效的GAT的电压 也就是overdrive 所以这里的电压 要大于这个电压 才会落在这里 才是保而区 所以VGS减掉随便 就是我们的overdrive overdrive 所以这里的电压 要大于overdrive 这是一个MOS 你要在饱和区的条件 饱和区的条件 这里的电压 要大一个overdrive 那对P呢 一样啊 对P也是一样 只是P这个符号倒过来了 只是把它倒过来 所以P呢 这里的电压 也是要大于一个overdrive 因为P有绝对值 挂绝对值好一样 也是要大于overdrive 所以P 因为你已经把它倒过来嘛 这两个已经被你倒过来了 所以这图都一样 只是正乎符号的差异而已 所以P呢 这个电压 也要大于一个overdrive 有效的gate的导通电压 N呢 这里也要大于它 因为这里被你倒了嘛 所以这里比这里 都要大一个overdrive 这里比这里 要大一个overdrive 这是让它再饱和区的条件 这我们知道 好 那既然这样子的话呢 你看我有几个MOS 1 2 可是底下还有两个 各位看 对不对 我N没有放 底下还有两个 所以有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 我有四个MOS 每一个MOS呢 都要大于一个overdrive 所以如果我把1.8除以4 4.5 0.45 1.8除以4 0.45 我把1.8除以1234 那每一个呢 0.45 每一个可以分 每一个都可以分 0.45 每一个都可以分 如果你把1.8除以4的话 每一个可以分到就是0.45 那0.45的话 你的overdrive的电压 你不可以取0.45 你如果取0.45 到时候就没有扫洞的方位了 你AC现在要扫洞 它还会要减少啊 所以你的overdrive最多只能取多少呢 一定要比0.45 怎么样 小嘛 对不对 所以你的overdrive呢 因为P挂绝对值 一定要小于0.45 因为最多 你有四个嘛 最多就是0.45 这是最大值喔 你不可以取刚好0.45 那人扫洞的方位都没有了 所以你只可以0.45来得小 可是你也不能取太小 这太小呢 很危险喔 稍微不小心的话 可能就怎么样 跳出去了 这很难设计 所以overdrive的话呢 在这个题目里面 它用的值是多少呢 这个是题目给我们的 我们使用overdrive呢 等于0.3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条件 你一定要跟我讲 或者我用多少 我用0.32 0.35 其实都可以 但是我们刚刚讲分析 一定要小于0.45 所以你取0.3是合理的值 0.3则的值 所以每一个overdrive呢 我们现在都取0.3 0.3 这个是题目附带的条件 但是这个值呢 合理嘛 因为0.45要比它小 所以我取0.3 所以如果我这里取0.3 那电流呢 题目给我要取多少呢 在这里 在这里 电流呢 我要设计100个micron培 所以就是等于0.1个mA 因为这是kΩ 所以用mA 所以从这个地方 这个式子 你就可以算出va early voltage 要多少 要多少 你把它除一下 知道 会等多少呢 大概是 看多少 2.74 你把它带进去算一下 你会得到early voltage 是2.74 因为这是已知嘛 这是已知嘛 所以只有这个不知道嘛 你要500k 所以得到early voltage 就是2.74 那early voltage 有这个关系是 等于每单位 channel长度的early voltage plank 乘以channel的长度 所以这个是题目给你的 所以它会等于early voltage plank乘以channel的长度 这个是5 你把它除过去 channel的长度就出来 channel的长度大概0.55 所以从这里呢 我可以得到原来的channel长度 是0.55micron左右 所以这里有了 得到一个东西 当它channel长度呢 你如果取0.55的话 你就可以得到一个rout 500k 所以你在做iC design的时候 你channel长度就要取0.55micron 这0.55micron 可不可以做呢 你0.18 可以啊 比它大 0.18 technology 意思说 你不可以做一个东西 比它更小的 那你就不能用0.18的technology做 你要做更小的technology 所以0.18 这个0.55比它大 所以可以 ok 0.18可以做 好了 好了 这一部分做完了 接下来 我们看这个电压 好了 我们看这个电压 这个地方呢 VSG你要加多少 VSG 这两个电压是一样的 VS加多少 我刚刚讲过 我们的overdrive呢 有效导通电压 有效导通电压是0.3嘛 每一个都去一样 这个就是等于VSG VSG 减掉随后 对N来讲是VGS-随后 所以你要挂绝类值 把绝类值脱掉 就变成VSG 因为P来讲 S是比G高的 减掉随后 负号 你要挂绝类值 所以这个东西是0.5啊 在这里 挂绝类值是0.5啊 0.5把它加上去 VSG是多少呢 0.5 0.3 0.8 对不对 这题目给你的嘛 这是半导体的特性 0.5 所以你的Gate跟Source的电压 加0.8 所以这个地方的电压呢 你要加0.8 这个是1.8 这个加0.8 所以这个是多少 1 所以Gate的电压呢 你要接1幅上去 Gate4的电压 接1幅上去 好 现在就是这里了 这个地方呢 你要接多少呢 它跟这里有关 因为你这里 是不晓得多少 如果我晓得这里是多少的话 我当然晓得这个地方 那我这一点的电压 要取多少呢 这就是一个设计的题目 它有很多弹性 所以这里呢 你取多少最好呢 所以题目呢 课本里面的题目 又跟我们讲一句话 我要设计这个电压 要设计怎么样 让我output的这个地方呢 扫动范围越大越好 所以我的design的principle 就是我们要有最大的 就是我们要有最大的 原则了 或者这个点你要取多少都可以 好 我们设计的原则 是让我output的扫动是最大 output的扫动最大 这个已经做完了 我就查一下 如果你这里扫动要越大的话 是不是 因为这个地方的电压 至少要多于 刚刚讲过 要多一个overdrive 多一个overdrive 所以这里呢 你要让他扫动最大的 这个地方你就 取怎么样 越小越好 所以你这里的电压 要取minimum好了 我把这里取最小值 我这里取minimum 我如果取 这里是最小值的话 是多少呢 这里吗 overdrive 0.3 所以这里的最小值就是0.3 绝对不能比0.3小了 0.3它就跳出去把握去了 所以我取最小的话 它就是0.3 这minimal值就是0.3 就是0.3 好 所以我现在这里取最小值 就是0.3V 也就是一个overdrive的电压 不能再比这个更小了 你比这个更小它就跳出去了 不再把握去了 跳到握去了 所以如果我取最小的话 那这里的电压呢 1.8-0.3就是1.5 1.5已经是最高再最高了 不能再更高了 如果这里是1.5 这0.8 这个地方就是0.7 0.7 所以这个0.7是最高的值了 已经到顶了 这里1.5已经是最高了嘛 所以你减下来 这个0.7已经是最高了 最高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 你要让它最少最少也要大于overdrive 都要大于overdrive才能保护去嘛 那overdrive是0.3啊 所以这里如果你取1.5的话 那这里最大最大最高的值 这是最高的值哦 它maximal值哦 最高的值 1.5减掉0.3就是多少 1.2 1.2 1.2 这个值已经是可以允许的最大值 因为你要保持这里大于0.3 这里要大于0.3 所以这0.3 0.3就是0.6嘛 1.8-0.6就是1.2 所以这个值呢不可以比1.2高 所以假设你这里设计一半好了 我说设计一半0.9 直流如果你设计一半0.9的话 你可以扫动最大的范围就多少 1.2-0.9 0.3 这是你往上扫最大最大 不能再比这更大了 所以这个地方扫动的maxima 你可以往上扫动的maxima就是0.3 已经是最大可以容许的程度了 所以有最大的扫动范围 如果以output是0.9来讲的话 就是0.3 所以题目给你呢 你可以往上扫最大的扫动范围就是0.3 所以你如果这里没有取到1.5最高的话 你取低一点 那这里就会降低下来 那这里降低下来之后 这里还是要0.3 这里就会降低下来 那降低下来这里还表示0.9 这个就会缩小 就不是最高可以扫动范围 那我们就这样子取 那我取完之后 我这里0.7就解出来了 所以这里1 这里0.7解出来了 OK 那还有什么呢 还有这个还没解 W还不知道 W还不知道 好没有关系 我把它擦掉 W怎么取呢 饱和电流把它写出来 所以饱和电流 你这个地方的电流 刚刚已经做设计要多少 100 所以这条路的电流100 我们现在写Q4 你的电流是100 等于1 2分之1的K K是多少呢 90 不是K啦 还有W L 这个他乘以他 这才是我们一般 我讲的K 所以这是90 这是W L 然后呢 VGS-Switch call 就是多少 就是overdrive 就是这个0.3 这个就是overdrive 所以就是我们的0.3 这个就是VGS-Switch call 大家都不知道绝对值 所以这里呢 就是0.3的平方 就是VGS-Switch call 就是我的overdrive的定义 还有 二利费 因为这个电压 这些电压都跟二利费有关系 所以在算直流的时候 比较麻烦 你这里不能full rate full rate你就算不出来 这里的电压多少 刚设计过0.3 所以这里是0.3 除以early voltage 对不对 这是early effect 1加上VDS 除以early voltage 这个前面是没有包括early effect 这是包括early effect 所以跟VDS这里是有关的 这一定要加进来 这也是0.3 除以early voltage 多少呢 在这里 在这里 2.74 刚已经算出来 把他全部带进去 W3L就抽出来 22.3 所以出来了 抽完了 对不对 抽完了 所以上面的W 你就自己去 因为刚刚已经算了 了嘛 刚刚L是多少 0.55 你把它乘以它就得到W 你是一句乘 所以Q4呢 W多少 L多少 都知道了 那Q3呢 如果还要算Q3的话 那我必须要知道 这个是不是真的0.9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设计一半 0.9的话 这是有条件 所以如果FOR Output的电压真的在0.9的话 你要设计在0.9的话 那这一个人压差多少呢 这是1.5 这是0.9 所以这是0.6 实际的是0.6嘛 你一定要带0.3 它现在是0.6 所以没有问题 这0.6 所以这个地方 带这个式子 也是100 等一 二分之一 也是90 WL不知道 大家导通的能力是一样的 它的early voltage 1加上 这个地方不是0.3喔 因为这是1.5 这是0.9 这是0.6 所以现在是0.6 然后early voltage 两个都一样 这里大一点 这个就会小一点 20点多 所以两个不一样 所以现在算哪 算出来了 所以对这个来讲 它的L也是0.55喔 但是它的W除L是20.3 L大家都一样 还有哪个没算 没有啦 全部算出来了 全部算出来了 这些电压有了 WL WL全部都有 这是一个很难的题目 要设计一个IC design的题目 其实都很困难 这个就是 人家做IC design 其实就是要做这个事情 但是比这个还要复杂得多 好 这至少第一步我们做完了 这是题目 我们已经做完这个题目了 把该做的都做了 都做完了 我们再回来最后检验一次 一般你做IC design 还没有那么简单 你看看你这样设计 有没有问题呢 有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 如果这样子照课本说的要求 因为课本要求是这个嘛 有最大的扫动 有最大的扫动 这是课本的对这个 design的要求 你这样子的要求 你设计成什么样呢 你注意在这里 这两个点的电压 你设计一个最小值 刚好0.3 对不对 那对Q式来讲的话 它刚好处于哪一个点呢 它刚好在这个点呢 它刚好在这个点 它刚好在这个点 刚好在饱和跟trial的转折点 因为这里就是什么 overdrive 所以对这个Q式来讲的话 你刚好设计在怎么样 最危险的 刚好在这个边缘的点 这个地方0.3 这个地方有0.6 所以这是好有问题 所以这个很大很安全 可是这个只有0.3 有点危险 会不会出问题呢 可能喔 因为等一下AC信号过来 这等一下还有一个N AC信号过来 这个地方就会开始扫动 是不是 往上往下 如果它往上扫动呢 这个就会减少 这个也会减少 那我刚刚那个例子 已经跟你讲过了 这两个之间的电压差多少呢 差一个GMRO倍 对不对 GMRO 你把它算一下 所以这里很大 这里AC信号加进来之后 这个的全部的AC信号 90%都会在这里 这里可能只有10%或5% 可是它还是有5%啊 你把它设计刚好在这个点喔 那这个往上跑 这个一点点的话 它跳出去了 它跳出去了 因为你刚好设计在边缘嘛 虽然说你这里是95% 这里只有5% 可是这样子设计也不能啊 你把它设计刚好在最边缘的地方 不能 所以现在设计完之后 如果一般你真的要做IC design 你要怎么样 再微调一次 这是用手算出来的东西 所以现在讲这些事实上是跟IC design 是有点关系 跟课本里面的立体是无关的 你要设计完之后 你会发觉这样设计太危险了 虽然我是按照课本来设计 可是你把这个设计 刚好是一个overdrive 刚好这个在这个边缘 它等一下跳出去就完蛋了 电流就掉下来了 整个都变掉了 所有东西都要保持在保额区 才是我们正常操作的范围 你让它跳出插合区 全部都不错掉 你不要去算这个 错掉跑到哪里去 也不需要 但是你不能让它跑出去 所以最后你要再怎么调呢 这个地方95%在这里 所以你只要调一点点就可以了 把它从0.3怎么样 调大一点 你要调多大 这个就随你的 你调了大一点的话 这个扫动后来当然下降一点 可是就安全了 安全 所以你要怎么去调 你自己去设计 但是你一定要稍微让它大一点 你不可以刚好在0.3 刚好在0.3 所以这个取最大的Voltage Swing 只是个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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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这样子太危险了 所以最后在IC Design的时候 你再想办法再稍微调一点点 你在Computer Spice Simulation的时候 再把它稍微调一下 大概还在这附近 你看 Simulation的结果没有问题 大概就没有问题 从前面 刚刚那个设计的例子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用一个0.18的Technology 所以它的VDD的电压只有1.8V 不是我们写的10V 所以我们写的10V 只是为了好算 但是在做电子实验 你可以接多高都可以 但是在IC Design的话 0.18只有1.8V 那比0.18更先进的Technology 那电压比1.8V更低 所以只有1.多V而已 那如果你最高的电压只有1.多V 你可以放几个MOS堆叠在一起 这是有问题的 你很难放很多个 因为每一个都要大于多少 Overdrive 所以Overdrive你就要变得很小很小 那是很难设计 所以你很难可以堆叠很多个 所以怎么办呢? 有一种方法 但是这也是有限的 我至少可以这样做 这种方法叫做Folded Casco Folded就是折叠过来 我现在把某一个MOS折叠过来 这个叫Folded Casco 我们看一个 这个就是Casco Casco的例子 那上面它的负载 我用一个亨生科恩来代表 我现在要把其中这上面这一个 把它从这一边怎么样 这是Gate的电压 把它从这里折叠过来 让它平行 折叠过来 那我怎么折叠过来呢? 我现在再画一个 我现在要把这一个画过来 画到这一边来 所以我怎么画到这一边来 现在画到这一边来 那我先把它画起来 这是Gate的电压 Output在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 这一些Source Drain的方向 这里是Source 这是Drain 你Output一定要从Drain看下来 电阻才会很大 你Output如果不是从Drain看下来 如果从这里另外一头看进去的话 这电阻是很小 它是GM的导数 所以你一定要从这里Drain看下来 所以Output你要从这里 现在被人看上去了 这个地方一定它的Drain 那电阻才会大 那这里一定是Source 这样才会跟它一样 这是Drain就是Source 所以这里呢 这是Drain就是Source 因为被你折过来的 折过来之后 你现在电流 这里有一个电流源 I 从这样子留下来 那这一边也是要从有一些 有一部分往这边留下来 所有电流都是这样子往下来 所以电流要这样留之后 这个箭头一定只有这个方向 箭头一定在Source端嘛 然后要配合你的负载电流 是从上到下 所以你的电流一定要流进去 所以这是一个什么 Pmos 所以这原来是一个N 把它搬过来之后 一定要换成P 一定要换成P 没有第二个方法 一定要换成P 因为你还要配合 支流电流这样留下来 然后这里一定要 奥端一定是Drain 这里一定是Source 看回去电阻才会很大 不可以换成Source在这里 你看Source进去的话 你的电阻是GM的导数 是非常小的 好 那下面当然还有一个电流源 这个电流当然不能跟它一样 写一个I1好了 比它小 如果你这里取I1 这边就是I1 那这里的电流就是I 减掉I1 所以这边给它用 这边给它用 这样就是折叠过来 那折叠过来之后 我们的放大倍数呢 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看一下 我们先算Source给Current 因为我的Output 一定是 等于Source给Current乘以RO 这是一定成立的 Source给Current 就把它的电流整个抓出来 再乘以倒回去的RO 做两次就可以算出VO 那Source给Current怎么求呢 Source给Current 就是把它短路 这里的电流就是Source给Current Source给Current 好,那我们从这里看 这个是直流嘛 我现在把它查掉 因为我现在要看交流性 所以VS过来 这里就有一个交流电流I I呢就是等于GM GM1乘以BS 那这个交流电流在这里之后 它有一条路可以往这里RO走 那也会往上走 往上走 这看上面是什么 如果是一个传统的负载的话 这也是RO 所以这个电流往这边走 到D是RO 往上走 到D也是RO 可是还有一条路往这里走 你往这里走 看到什么 这是短路 因为AC 所以这里看进来 这是Source端 Source端的电阻是很小的 是GM的导数到D 对不对 点点点点点 GM的导数到D 所以往这里是RO 往上也是RO 可是往这里是GM的导数到D 所以这GM导数到多少呢 刚刚如果2的话 这是0.5K 可是RO是10K 10K 所以这个电流 95%都会跑到这里来 所以这个电流就是这里的电流 它不会流到自己的RO 也不会往上流 它往这边跑 跑到这里来 所以这里差不多就是I 一样 没有边 因为这里电阻圆小的RO 所以电流到了这里之后 就跑到这里来了 那跑到这里来之后 因为你现在是短路嘛 你短路 对不对 这个电流怎么样 不会跑到底下去 因为这里到这里是短路的 所以这个电流整个就出来 所以你Source端的人的话 还是负的I 还是负的I 那I就是GMBS 一样 所以这里短路就是这里的电流 不会因为这里这些 在这个地方在这边影响它 也不会受到这里影响 都不会 因为你短路了嘛 短路这里就跑出来了 短路这里就跑出来了 OK 所以Source二科人呢 一样没有变 还是这里本身的GMBS 好 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是看RO RO 这里RO看过来的电阻是什么呢 这是RO嘛 RO 所以这是二粒波底级除以这里的直流电流 这个直流电流是I 减掉I1 是不是 所以电流要注意一下 电流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干脆做一个题目好了 把它整个完整的把它做出来 所以我现在画一下好了 如果这里I假设是 因为这里要比这里大 我两个mA 然后这里I让它一个mA 那这个东西我们用传统就好 conventional 不要用Casco的意思 那这个我们用Casco好了 我就用商量来用Casco Casco的负载 那我现在再画一个电路 把它整个画出来 上面要画传统的 一定要P 简单的电阻就可以了 拉过来 然后这一边照画 底下要画一个Casco 因为在底下要画N 因为电流要往下流 好 那为了简单 我们来算很方便 我还是用最简单的这个 k等于2 这只是为了好算而已 然后Bias呢 我假设也是为了好算 所以取得很大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上面的电流要2mA 2mA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是2mA 那这一个呢 这个2mA 所以电流是2mA 等于1 2分之1的kV 因为它是P嘛 所以Vsg好了 减掉Casco 这个是1 这个是Vsg多少 这是2 移过来 所以这个要多少 2消掉 所以是等于更号2加1 是不是 1跟1消掉 更号拖掉 更号2 好 所以你的电压呢 要多少呢 更号2加1 才会得到2mA的电流 所以换句话说 这里呢 一定要电压 更号2加1 更号2是1.4 414不要管1.4就好 1.4加1 2.4 所以10伏减掉2.4 7.6 7.6除以2mA 所以你如果简单的 附列到这里二律费的话 如果你放3.8k在这里 你就会得到2mA 然后这里是2.4 你去解它 联力解的话 两个equation联力解 你就可以解得出来 那你解出来之后 这两个一样啊 所以这里的电流 就是这里 2mA 好得到了 这一边完了 那现在设计底下这一边 这个电流呢 要1mA 那1mA 刚刚讲过 如果这里1mA的话 这个刚好是2 所以呢 这个是2 这里也是2 所以10 2 2 刚好是多少 -6 所以这是6k 你去解 联力解 你去解 你就可以得到1mA 2V 2V 所以这边呢 跟它一样 1mA 所以这里就是6k 这里是3.8k 你可以得到你所要的电流 好 那接下来我要算RO 这个的GM 等一下要用 所以我先算一下这里的GM 所有的电流 只要是1mA 1的话 它的GM 刚刚已经算过了 就是多少 2嘛 所以电流如果1带进来 因为k用2嘛 所以呢 它就是2 如果这是1mA的话 那现在这个是1mA 这个电流是1mA 2-1嘛 所以这是1mA 所以1mA给它用 它的GM就是2 所有的GM 其实都是 因为这些都是1mA 所以这里的GM 这里的GM 这些都是一样的 GM都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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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没有用到 所以不用管它 所以GM该用 等一下用到都有 那我要算是RO RO 所以从这里看下来的RO 是多少呢 所以从这边看进来的 这个电阻 1mA嘛 那2V呢 10V 10V 所以除以1 所以看下来是10Ω 10K 10K 对不起 10KΩ 1mA 2V就是10 所以除起来就是10K 那往上看呢 因为它是2mA 10除起来是5K 因为它电流比较大 所以你把10除以2就是5K 所以从这边看到这边过来的话 是10并联5 会等于3点多 那从这里看上去呢 你多了一个 你多了一个 你就要乘一个1加上GM RO 都是这一个 再乘以这一个 10并联5 这里到D是看到这个嘛 然后多了这个 就是1加上GMRO 这GM是2 RO是多少 RO 这个是1mA 所以RO是10 所以RO是10 RO是10 GM是2 所以这 往上看的电阻有了 往下看的电阻 就是也是一样 GMRO GM是2 RO呢 因为1mA 所以RO是10 然后这里的RO呢 1mA 所以是10 所以往下看的电阻呢 是这样子 往上看的电阻是这一个 所以OUTPUT的电压 除以电流 除以INPUT的电压 等于 负的 这一个的GM 1 这个只是2 然后乘以 倒看回去的所有电阻并联 这是修设基科的嘛 这两个一层是修设基科的 乘以所有的电阻 往上看跟往下看的电阻 就是这一个 过来 1加上2 乘以10 然后 10 并联5 再并联5 再并联这一个 1加上2 乘以10 再乘以10 GM 这是2 结束 看一下對不對 GM是2 1加上GM 乘以RO 10 10 並連5 1加上GM RO 底下是10 这是10 所以取这些值 值是让你好算 可以比较清楚了 你知道怎么算 那Moss呢 Casco到Fordy的Casco 告一个段落 我们回到BJT 所以我们现在讲BJT的Casco 字幕志愿者说BJT的Casco 本身是直接接下来的Casco 所以我们下期的Casco 就是BJT的Casco 是BJT的Casco 本身是BJT的Casco BJT的Casco 一样的方 我们在上面再加一个 在mos里面是common gate 在bjt里面就是common base 那我们来看一下 在还没有讲bjt以前 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好了 就像我们前讲mos一样 帮你复习一下 这是一个bjt bjt稍微复杂一点 这个地方如果你没有电压 这里就有一个电流 这个地方的电架叫vbe 那你这个地方的电流 就会等于 如果你在active 区 这是正向这是反向 那它的collector电流 就会等于 这样也是 这是工作在active 区的时候 这是正向反向的时候 或者是一点点的正向也可以 不要太大 那这两个这是total的电流 我把它微分 就变成小信号 所以这里把它微分 对这里微分 这个就是我们的GM 它的定义就是 电流的变化量分支 电压的变化量 工作在Q点的工作点 所以你把它微分 Vt就跑出来 上面都不变 工作点带进来 就是你的collector电流 所以我的AC电流 这个变化量就是AC电流 所以我再写一次 所以我再写一次 小写C 这是大写 这是小写 所以collector 小AC电流 等于GM 乘以Vbe 小写 这个都小写 这是大写 所以sine cos的 input信号进来 跑出一个sine cos的output出来 GM是我的放大倍数 那GM只是这样 如果假设这是一个mA 这是什么电压固定的 所以会得到40 40mA per volt 很大 比mose大得多 所以换句话说 input的电压 加在这里 你的output的电流 所以我现在写成AC信号 这是Vbe 所以我现在写V就好 这里V 如果这里有一个V 这是AC信号 这里就有一个AC电流 这个就AC电流 这个的电压 跟这里电流的关系是这样 所以如果这里写V的话 这里的电流 我就可以写成GM乘以V 这是AC哦 所以把AC乘以GM就得到它 这个MOS是一样的 跟MOS是一样的 input有个电压 这里的电流就乘一个GM倍 只是这个地方的GM就要这样算 好 可是不得这样子 DJT比较麻烦 这里有电流 MOS这里没有 这里它有电流 所以这里电流到底是多少 你还要算一下 这两个相加等于它 所以这里是有个流进去的电流 这里电流最大 这是AC电流 那这个电流怎么算呢 这是Base电流 就直接从这里来就好了 Collector的AC电流 等于贝打贝的Base电流 没有错吧 这个之间差一个贝打贝 所以等于GMVBE 现在VBE就是V一样 我把这个移过去 把这个求出来 我的贝死电流 就会等于全部移过来 等于VBE的电压 除以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就是什么 贝打除以GM 你把它移过去 这一个值 就是我们定义的Rπ Rπ就是贝打除以GM 所以这里如果有一个电压 在这里的话 这个地方的电流是什么 这个电压除以这里的电阻 叫做Rπ 所以就是V除以Rπ 这个电流 V除以Rπ 就是这个式子Rπ 如果贝打是100的话 GM刚刚讲40 所以这个值呢 整个2.5K 这是贝打100的情况 我们把一些实际的值带进去 让你有个概念 谁大谁小 所以如果你这里有一个V 这里的电流 就是V除以Rπ 那这一边呢 这边当然是两个相加啦 你也可以直接从这里算 从这里 这里是Base电流 那这里的电流叫做Emit的电流 Base电流跟Emit的电流 等于Emit的电流 这里呢 Emit的电流除以E加贝打贝 这个等于它 所以就等于VBe除以Rπ Base电流 Base电流等于Emit的电流除以E加上贝打贝 把E加上贝打贝 把E加上贝打贝移到这边来 E加贝打贝移到这边来 就变成这样子 就变成这样子 Emit的电流等于输入端的电压除以又一个电阻 这个电阻定义叫做R小E 它等于Rπ除以E加上贝打贝 更小 那贝打如果100 这个R1等多少 25Ω 差100倍 25Ω 非常小的电阻 所以这两个电流这里比它大100倍 所以这个地方看起来电阻就比它小 所以这里的电流是多少呢 如果这里是V的话 这个就是V除以R1 三个电流都写出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 如果我这里input的电压 有一个V在这里的话 你怎么写这三个电流 这是BJT 最基本的一定要会 这个电流就是GM乘以V 乘以GM 这个跟MOS一样 这里就是这里的电压除以一个电阻叫Rπ 这里的电流是同样一个电压 除以一个很小的电阻叫R小E 25Ω Rπ是2.5K 所以这些都有了 都有了 那我干脆把所有电阻 我RO呢 RO就是EarlyVoltage 除以Collector电流 如果假设EarlyVoltage 等于我在MOS用10V 在BJT应该会大一点 我把它取大一点的话 100V 所以它等于100K BJT会大一点 所以我们BJT里面的这些值你要有概念 它大小要有概念 因为这些大小笔值等一下再算的时候你就知道 你看RO这么大 100Ω R1这么小 25Ω 所以等一下你就会知道它电流怎么流 你看差这么多 你先注意这个 等一下会用到 RO100K 差这么多 差了几千倍? 4千倍 4千倍 好 那这些最基本的油之后 我们再来看Casco的电路 我们先算 Show circuit的可能 因为Output的电压 一定等于Show circuit的可能 乘以Rout 全部的电流乘以倒回去的全部电阻 所以先算短路之下的电流叫Show circuit的可能 所以我们先算电流 先算电流 这里如果有一个VS 这里自然有一个电流 就是这个 Gm 这i好了 就是i i 这里i就是等于Gm Gm1 乘以VS 所以VS有了之后 这里就跑出一个电流出来了 那这个电流怎么跑呢? 它有几条路可以走 一条路是往右边跑到自己的RO 100K 一条路是往上跑 这个方向不要管 反正就是跑 往这边往这边 往上跑 跑到这里来 这里的电压叫V 这里的电压也叫V 一样啊 因为这是D A系来讲这是D 所以这里也V 这里也V 如果这里是V的话 这里往上跑的电流是多少呢? 这里小小的电子 小R1 所以你看到它的差异 这里的电压叫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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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嘛 都是到D嘛 所以这里的电流就是V出于RO 这里的电流就是V出于小R1 这个是它的4000倍 所以我不用写下来 你看就知道 因为两个电压都一样 所以电流就是这两个电阻的比值 这个是它的4000分之一 所以这个电流怎么样? 全部都到这里 就是I 这个电阻是它的4000倍嘛 你这里也是到D 我这里也是到D嘛 所以一分流的结果的话 绝对99.9%都到这里来 那到这里来之后 这个上面这个电流呢 跟这里差一个α倍 Collector 跟Imiter 差一个α倍 差一个α倍 所以这里电流到这里 它不会流到自己的RO去 因为这个RO太大 RO太大 所以到这里电流全部都出去了 全部都出去了 因为这里是短路嘛 各位看对不对 这是短路 所以全部都出去了 它这里也不跑 就算这里有电阻它也没有用 今天这里有电阻的话 它会不会跑到这里来 不会呀 因为这里是D 这D这里就没有电流 所以early effect的电流没有 所以这个就是它 所以我的修设计科能的话 就是这个电流 所以是负的αI I就是GMBS I是GMBS 所以跟Moss差一个α倍 其他都一样 那α倍干脆不要看算了啦 0.99差不了多少 所以我们就简化好了 让它跟Moss一样 就是负I 那就是这个式子 所以它的修设计科能呢 跟Moss完全一样 所以这一个就是负的GM 1 Vs α神列掉 这是修设计的部分 这是修设计科能的部分 好 我现在只做一半 还有另外一半Rout Rout Rout怎么算呢 这里要短路 这里加个电压除以电流 所以底下这里我先把它 我先画完 上面这个先不要管 这个等一下再加进来 所以负载我们先不管 Rout的定义呢 就是什么呢 这里要先短路 速度端不能有信号进来 这里要短路 然后呢 你自己加个电压源 倒回去的电流 就是抗回去的电阻 这个就是Rout的定义 这里一旦短路 这里就没有电流了 这条路就没了 这里没有了 所以这里一旦没有了 就拉断 拉断 拉断 所以这边没有 这边拉断了 因为这里呢 这个电流是电压乘以GM 你电压短路了 这里就没有了 那它从这里就看到一个RO1 所以这个就是RO1 所以这里一定要先短路起来 短路了 这里就只剩一个RO 电精力看不到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来算 这个电流过来 这里有电流 这是最麻烦的地方 BJT它这里有电流 所以这个地方呢 分两条路 我把它画起来 这里有一个RO 这当然是RO2 好 那这个地方会有电流 有电流 所以这里IS过来 分走之后才会到这里 所以这里电了多少 你也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好用一个假设 假设呢 假设呢 叫做V好了 好 等一下再解V 如果这里V 有了 这里的电流 当然就是V除以RO1 可是这里的V 它也跨到这里来啊 这是BJT啊 所以这正号 这里是正号 这里也是V啊 所以这里的电压 它全部跨到这里来放大 那这里如果V的话 根据这里 只是这个方向倒了哦 这个方向倒了之后 大家方向都要倒哦 所以这里倒过来之后 这里的电流 就是V除以小R1 这里出来 这里出来 这个V除以Rπ 这个是GM乘以V 所以完全一样 只是方向 因为它倒过来 方向全倒 Sine Cosine 转来转去 所以现在的方向 电流要跟那里倒过来 所以这里最大 等于两个相加 这里是最小 好 那这里Rx过来 现在Rx过来 不管Rx怎么流 它有一条路 流到左边去了 这流走了 那流走之后 剩下 不管它怎么汇集 到最后来这里 所以这里呢 等于什么 这里等于这个 减掉它嘛 一定的嘛 因为这是跑走的嘛 其他的这个 怎么分流都不管它 反正它进来 跑走了 剩下的 那就是这两个相加等于它嘛 所以呢 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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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進來兩條路出去嘛,在裡面怎麼樣都不管 所以這兩個V提出來,你就可以得到什麼?原來V等於Ix電流,乘以這兩個電阻並聯 兩個電阻並聯 這很合理哦,為什麼?因為大家都是V 這裡大家跨的電壓是V,而這裡跨的電阻是RO1,這裡跨的電阻是R排2 那這兩個電流加起來等於它,所以當然是這兩個並聯哦 當然是這兩個並聯哦,因為這兩個跨的都是V嘛 那這兩個相加電流是它,所以就等於這個電流過去分兩條路嘛 所以就是等於並聯,並聯 所以從這裡我把V球出來了,等下再用 那現在回來看這裡,看這裡 這裡Vx等於什麼呢?這裡的電壓加這裡的電壓 那這裡的電壓等於什麼?Rx加它,所以這裡的電流 這裡要有一個電流進來,這個電流等Rx 加上Gm2乘以V 這兩個相加等於它嘛,有下來 所以就會造成這裡一個壓差等於這個乘以它 再加上這個的電壓V等於Vx 所以Vx就會等於電流乘以電阻RO2 加上這裡的電壓V 兩個V把它合在一起再帶下來 剛剛已經算了V了,把V帶下來 帶下來,所以Rx乘以它 把所有的Rx往左邊放 就是Vx除以Rx 所以這裡Rx不見了 這裡的Rx移過去了 所以這一邊剩下什麼? 就剩下這一項乘以這一項 這個就是答案 這個就是R BjT的R 你看到什麼? 這裡有一個RO2,這裡也跑一個RO2 但是這個太小了 把它附列掉好了 因為這裡RO2,這裡還有一個GM 這裡還有一個RO,Rπ並連 好,所以應該可以拿掉 先把它拿掉 所以這個事實跟以前MOS怎麼樣? 長得好像喔 以前MOS是1加上GM2RO2乘以RO1 現在BjT怎麼樣? 多併連這個東西 BjT多併連這個東西 併連這個東西是因為它這裡有一條路會拉走電流 其實這條路跟這條路把它併在一起 這個電流就沒有了 它就跟MOS完全一樣 所以就插了這裡而已 就是這個地方跟MOS不同 就插一個這裡 在BjT裡面還要併連起來 併連上面這一塊的Rπ 你先把這個跟它併連完之後 其他的都一樣 就是E加上GM2RO2 就會跟MOS完全一樣 只插在這裡 插在這裡 好 那這個地方常常可以Approximation 因為什麼呢? 我們剛剛講過 如果這個真的這麼大 100K Rπ是多少? Rπ在這裡 2.5K 如果這個真的差這麼多的話 這是100K 這個是2.5K 差一個O以上 所以這個怎麼樣? 大的、小的 這個就不要 得到小的 它會得到小的 所以如果這個是成立 一般它會成立 RO遠大於Rπ的話 那這兩個併連得到Rπ 那Gm乘以Gm Rπ是什麼? Rπ在這裡 Rπ在這裡 Rπ是β除以Gm Rπ是β除以Gm 所以這個式子呢 RO就會等於 1 不要看好了 所以就是GM2RO2 再乘一個Rπ 再乘一個Rπ2 Approximation 但是Rπ呢 等於β除以Gm 所以這一個等於β除以Gm 因為大家都2 所以都寫2 你看什麼?消掉 最好 最後得到答案 就是什麼 β2 乘以RO2 還是2 所以在MOS裡面呢 E如果不要看的話 這是GmRO 在BJT呢 就把GmRO改成β 改成β 在BJT裡面 一般來講 BJT裡面的β 會大於MOS裡面的GmRO 就像我們說100一樣 這個剛剛用2 10 20 這100跟20 差5倍 所以BJT裡面呢 它的RO會更大 比MOS更大 因為它是β 在MOS裡面是GmRO GmRO 所以我們做完了 RO呢 RO RO就是這短路 看回來的RO 兩個都2喔 沒有一個1的 兩個都2 所以把它移過去 就是Gmβ2 RO2 所以多了一個β CASCO 多了一個β 那β 如果100就多了100倍 這個是BJT的例子 BJT的例子 多了一個β 所以BJT的CASCO 然後呢 我們就講到這裡